我们已经上一课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改编过的 Squatch3 GUI 打包成一个资料夹 里面有index.html 那我们使用浏览器开 就可以开启 我们打包好的 Squatch 那如果要发布像官方网站上面的 直接让它变成应用程式 也就是变成.es1的档案 那要如何做呢 那这里提供的是 由新北市林士丽老师 玉林国中林士丽老师 他提供的打包方法 那他的打包方式也都放在Github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用分页去开启连接 分页开启连接 然后一样有这一个 复制 这个复制起来 那你也可以直接下载 好我们这一次用下载Github档试试看 你看会发现什么状况 因为这比较小 好当你下载完的时候 这边就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他除了这个以外 再多一个减号MASTE 那你要处理的动作就比较多 按右键 在此解压缩 解压缩至此 然后还要把MASTE 去掉 好这个资料夹你还要怎么样 剪下好了 放到我们的使用者下面的 跟Squatch GUI相同的位置贴上 好这两个要摆在一起 而且名称建议你要一模一样 好接下来才进行打包 那林四利老师这边的 也是有ReadMe的 你看他说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动作你要有Squatch GUI 好然后进行 Install Run Build 这个我们都做了 然后下载他的这个 然后进入资料夹 然后一样要装他的资料 这个时候才可以 好我们来做做看 一样 CMD进来 CD My 到MySquatch GUI Squatch GUI 这个资料夹 做什么是 MPM Install Install 他一样会做到这里 进行一些套件的设定安装 他的程式是会帮你把Squatch GUI里面打包完的 那一个资料夹 再帮你包成一个ES1档 这支程式可以帮你做到这个程度 他可以帮你 一样你要连上网路 像他目前在下载 主要的打包程式 ELECTRON这一支程式 好那我这边下载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我们暂停一下稍待一下 经过一小段的时间 那他就把它套件安装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执行的是 MPM RunCopy 把 Build的资料夹 拷贝过来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quatch 我们在这边打包完的Build的资料夹 他要把它包过去 所以我们一样来到这里 打MPM UNRAW Copy Copy 如果你有出现错误讯息 那就表示 有问题你要看一下 CP不是内部或外部指令 所以我们的指令是有问题的 Copy要改成CP UNRAW 再看一下说明档 MPM RunCopy Copy 那应该是把Copy改成CP 在Windows底下 好 刚才我们发生的问题 我们在执行 NPM RunCopy 的时候 会出现一点串的错误讯息 它的原因是在 这一支程式 林老师在写的时候 是写给Linux下用的 所以你看它这里面的 语法 它用的符号都是 Linux下用的 写线的符号 所以会产生错误 那我们在执行Copy的时候 它是把Build的资料夹 Copy到APP去 所以我们也可以手动来做 那做法就是 我们到 Squatch GUI里面把Build的资料夹 复制 到我们的 MySquatch 3 Offline里面贴上 贴上以后你就可以把 这个改名字成APP 这样就做完了 第一个动作 就是Copy的动作 把它Copy过来 再来我们要产生ES1档 那要下的指令就是这一个 它说 NPM RunBuild Package Win32 复制下来 那我们在这边按右键贴上 我们就先用档案总管看一下 这边没有东西 就是目录的结构暂时是这样 那我们执行 它就会帮你打包 等一下这边 这边就产生一个 Squatch 3 -Win32-64 这样一个资料夹 打包好了 打包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资料夹里面有很多档案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一个 执行档 Squatch 3 我们执行 按两下执行 Squatch 3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式了 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式了 它就是一个应用程式了 这个 Squatch 3 是一个应用程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 我们把 我们自己客制化的 Squatch GUI 打包成应用程式 等会员 我们的B